你喜欢画画吗? 从小就喜欢画画 也不会做其他东西 中学毕业就这样进美院 然后毕业后到现在都还蛮顺利 我的风格一定是 人物化 或现实性 就是靠我的人物化就出名 然后就是在98年我拿了 这个FreeMorris ASEAN Art Award 就让我出名 尊重艺术家有几位 就是Andrew Wyatt John Singersarjan 还有Winslow Homer Russian Freud 还有David Hockney 这几位 普遍的人他们都会认为我们很得空 无所事事就是不务正业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误解 其实是错的 因为我们就是涵盖 食饭抬黑什么 其实都是在工作的 在想idea 然后怎样想解决画面上的问题 一般上我们会 就是说 criticize or give comment 但是我们不会insult 当然赞美就是 一般上我们 看到很好 朋友画得很好 我们都会真是 world class 要不然就是stunning 或者就是真的 我本身不会模仿 但是都会吸收自己喜欢的 都好的我们吸收 我们要看对象是谁 他是art lover呢 还是art student 或者是art collector 还是一般的普通人 或者就是记者 因为不同的对象他们 有不同的要求 我们要针对他的要求 来做不同的说明 OK 如果是不了解的 一般上我会说 你也不需要理会画家画些 什么里面什么意思 最重要是你喜欢 有时艺术本来就是很简单的 因为它的本质就是让你去欣赏 当然会觉得就是被选到 确实是会感到这个高兴 就是很荣幸 就是因为麦西亚确实是很需要这一本 书去推广到全世界 这是一个很好的art directory 就是或者一个入门给国外的 想要了解麦西亚花摊的人 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